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对朋友不客气 面对长辈要游离 这都是基本道理 李宗盛 李宗盛 游离无音乐 我回来了 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陪真巧做功课我去做晚饭 等等 我们今天出去吃 真巧 爸爸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等一下 宣布好消息怎么能不等我 来来来 既然是好消息 要正式的来宣布 坐下来宣布 坐下来宣布 好紧张哦 屏息以待 来啊 爸爸 你该不会是升官当主管了吧 不要乱猜啊 哪会那么巧的说 来你说 呃 其实被真巧猜到了 不过我还是要宣布啊 我升官了 耶 我怎么都没有感觉到惊喜呢 恭喜恭喜 恭喜 然后冷静 大家冷静啊 公司派我负责一个专案 担任小组长 不错不错不错 虽然只是个专纳 表示你以后会越来越好 谢谢谢谢 正巧 爸爸带你去买玩具 想要什么说 Chanel 抱歉 不关我的事 爸爸 我想想看啊 不过爸爸 你一定要陪我练棒球 再两个月就要跟北班打了 这有什么问题呢 爸爸 那我过几天要帮你办一个庆祝party OK啊 可是在这之前 可不可以先吃饭 好好 爸爸请你们上馆子 李太一起来吧 走走 我知道一定少不了我 但是我现在也要宣布哦 这一顿啊我买单 哇 干嘛那么惊讶 趁我们有打消主意之前快哦 快快快快快 加油 快穿了 快穿了 恭喜恭喜恭喜你 恭喜恭喜恭喜你 大致恭喜你 不单任我们班新任卫生股长 大致你当官的耶 感觉不错吧 你们觉得这样真的好吗 大致 枉费我跟曾巧联合同学 在班会上向老师推荐你 拜托你对自己 有点信心好不好 可是我又没有经验 如果不是你们今天要转学的话 卫生股长也不会乖学 我也不会有机会当选 否则你已经当选了啊 我不是一直很好奇 当班级干部是什么感觉吗 对啊不知道之前是谁跟我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很想当一次干部试试看 可是我真的很高兴 却不知道卫生股长有做什么 卫生股长就是负责卫生啊 没那么困难 我们都会帮你们啊 因为我们 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兄弟 王晰晰 你干嘛做 大致 专务不做 但是我还是会帮你的 爸爸 你今天才是当组长的第一天 就要熬夜工作 没办法啊 这个销售专案啊 有很多资料要看 我必须赶快上手才行啊 那你今天第一天的工作状况怎么样啊 比我想象中累多了 还要扛起全部的销售责任 跟打仗一样 没关系 明天呢 我帮你办一个庆祝派对 回来好好的放松一下 我订阅你最爱吃的披萨啊 好 我快乐 妈 你回来了 嗯 回来了 恭喜爸爸生命组长 哇 这什么 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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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都回去了啊 对啊 都那么晚了 嗯 妈妈呢 在洗澡 真巧 有没有什么吃的可以给爸爸啊 爸爸到现在都还没吃晚饭 很饿死啊 有啊 有爸爸最喜欢的披萨哦 披萨 哇 有披萨太好了 一定是你帮爸爸留的对不对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来 就一块 这是你妈妈特地留给你的一块 那爸爸 我帮你倒水 好 谢谢 没有可乐啊 喝完了耶 好了 桌记写完了 孙翔 你为什么要我来打扫你的房间啊 让你多练习一下啊 可是我现在是卫生股股长 要督促大家打扫 还有剪成他们有没有打扫干净 可是他们都不理我 这就是领导能力的问题了 那我该怎么办 我想想 啊 想到了 就带他去玩游戏好了 之前超人老师来我们班的时候 我就带他去玩游戏说故事 大家都超喜欢他了 而且他不管说什么我们都会听 对耶 那要玩什么游戏啊 应该都可以吧 带大家去抢球场好了 抢球场 杰森 你听我说 Steven没有要抢你的客人 你等下我接个插波 喂Steven 我知道我在处理了嘛 对对对对 反正你相信我好不好 总之大家都同事 你不要为了这种事情 撕破脸划不来的啦 好 交给我 拜 好吧 吃水果 好啦 不要这么烦 这是你第一次当署长嘛 也是第一次管理人啊 所以难免会有点状况 等你经验累积多一点 以后就会处理得越来越好了 真巧 你怎么会想说这么好笑的办法 让大智再打扫时间 带大家去抢球场 结果害他被老师骂 我怎么知道 我又没有想那么多 大智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当一个好的卫生故障 就应该去问老师啊 听真巧的意见 只会害到你自己而已 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不适合当卫生部长 因为我自己也笨手笨脚的 不太会做那些打扫工作 所以我叫那些同学去打扫的时候 他们才不理由 不会可以学啊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怎么当班长的 我想你的哥哥姐姐都可以教你怎么做打扫工作啊 大智 你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 即使你不太会打扫 我想你应该会成为史上最认真的卫生鼓掌的 我会帮你啦 最好是 就是 你可以帮忙什么啊 想点子啊 上最认真的卫生鼓掌 嗯 什么 不不不不 吴老板 你先冷静一下 我马上就到 我马上就到 好 谢谢 谢谢 爸爸 怎么了 糟糕了啦 我们这次那个专案的大客户吴老板 他本来打算要一次跟我们签约 买十几台车给他们公司用的 结果刚才杰森和史蒂芬在他们前抢着表现 搞得现在吴老板不高兴了 他说不跟我们签约了 我马上趕过去公司一下 好 你去啊 加油 爸爸 爸爸 嘿 我们去打球吧 真巧啊 对不起啊 爸爸现在要敢去公司 我们下一次再打球好不好 好 真巧 爸爸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公司嘛 妈妈陪你打球啊 对啊 真巧 不要 嗯 我不喜欢爸爸你当组长 自从你当组长以后 每天都很晚回家 都没有时间陪我和妈妈讲话 也没有办法陪我玩球 我比较喜欢以前不是组长的爸爸 你打球 乖嘛 我回来了 爸爸 你回来了 孙爸爸好 嗯 你好 真巧啊 爸爸从今天开始 就不是小组长哦 爸爸 嗯 你被炒鱿鱼了 不是炒鱿鱼 我只是回到之前的工作岗位而已 爸爸 是不是因为我跟你说 我不想让你当组长书役 不是 告诉你 只是因为我们的专案 已经圆满的结束了 爸爸心里面可是一点都不难过 之前每天都想着想要升官 可是这一次呢 自己当了主管 才发现原来要做的事情这么多 最后事情都圆满解决了啦 不过 我知道 如果下一次有机会 让我再做一次的话 我一定会做得更好哦 孙爸爸 我了解你的感受 啊 因为我这次到卫生鼓掌 也发现有很多事情要做 哦 跟之前想象的都不一样 是啊 对啊 爸爸 我跟你说哦 我们班的同学现在就叫大致是 史上最认真的卫生鼓掌 只要有哪一个地方 同学不想要摔 他就是主动帮忙哦 嗯 还让我们班得到整结第一名 第一名啊 哎呀 那真是恭喜你了 所以孔子说过 不患无畏 患所以立 不患莫己之 求为可知也 懂吗 听不懂 听不懂 老爸告诉你 孔子是说呢 我们一个人不用担心自己没有地位 而是要好好培养自己的能力 因为有本事的人啊 才是能够做事的人哦 懂吗 懂的 哎 那我们来打篮球 看谁的本事高 喂 这有什么问题啊 大致很想知道为同学服务的感觉 但是当他真的做了卫生鼓掌以后 才知道做卫生鼓掌一点都不简单 爸爸说 如果以前都花时间培养自己的能力 也许这次当组长可以做得更好 近视于里有句话 现在分分秒秒的付出 就是未来点点滴滴的收获 培养自己的本事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我们都相信爸爸下次会做得更好 就像紫月春里也发生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哦 这不是阿狗吗 阿狗 你去帮谁家弹棉花去啊 你敢笑话我啊 小心我 射你一箭 阿狗 听大牌炮说 你啊 最近练得挺琴的 没想到你的功这么有派头啊 嘿 可不是嘛 说的没错 这功啊 可是古城独此一句的功 哎 就怕中看不中用 能拉得开不 嘿 不相信 你们说 射什么 让你们见识见识 哎呀 算了算了 我们呢还得赶着去集市呢 耽误不起 耽误不起 哎 对不住了啊 扫了你的姓了 我们还要赶到集市去 我们下次再来报告 快走快走快走 再见啊 哎 哎 你们 哎 你们 哎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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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熄灯 我还在练剑呢 哎呀 哎呀 阿狗 还不睡呢 你看天都多晚了 这黑灯瞎火的 你在那瞄什么呢 哎呦 这要是弄成个进去眼 可就不好了 娘 这可是有讲究的 哎呀 哎呀 就像诗里说的 嗯 月黑燕飞高 蝉鱼夜盾桃 我哪天做了大将 练好这暗夜神社技术 蝉鱼可就没处跑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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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过几天你爹回来了 见你把家捅成这样 没处跑的人 怕是你吧 哎 哎 我说娘啊 啊 我着急呢 日月事矣 遂不我语 这时光飞逝 岁月 不等人呢 哎呀 离武士 还有大半年呢嘛不是 你安心练你的剑 急什么呀 今天 我背着弓在街上走 想给人家 显摆显摆剑术 竟然没有人信 也没有人看 真是不服气 哼 等我练成个百步穿扬 顶腰 顶腰 吓下他们 哟 哟 你呀 你还百步穿扬呢 我看哪 你最好练成个后裔摄日 后裔摄日 娘 这后裔摄日 是什么典故啊 哎 小时候啊 跟你讲过多少回了 你呀都不记得 从前呢 天上 有十个太阳 哎呀 熟得呀 庄稼都哭了 老百姓 受着那奸拙之苦啊 当时有个神射手 他的名字啊 叫后裔 他呀 为了解救百姓 登高射箭 哎 竟然哪 接连射下了九个太阳啊 哎 哎 你们在看什么呢 天上第二下饼了 哎 神了神了啊 天上竟然只剩下一个太阳了 其余九个全不见了 那当然 我射箭的能耐 你们这才知道啊 啊 那九个太阳 都是被我射下来的 哈哈 就你啊 你这么个小不点儿 哎 有没有你背的功高啊 哎 你们还别不信 你们不信 我找同学 给我 给我作证去 哎 是 哎 这从不知道啊 救苦救难道苦 啊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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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们都是在嫉妒我吧 故意不理我是吧 不过 我不在意哦 我以后 还是可以叫你们射箭的嘛 姚柯 你在胡言那里什么 哎 记住 记住 打尖起 我不叫姚柯了 那叫什么 那叫什么 叫我姚冰 就是文武双全的冰 你叫我 竟然射下天下的九个太阳呢 哈哈哈 我看 你真是个老爬棍子 吻也吻不得 吻也吻不得吧 哎呀 竟敢夸口说 那九个太阳是你的功了 好厚的脸皮哦 你们家伙计不相信我 怎么你也不相信我呀 没见我平时把剑练得那么苦 见了见了 什么都见了 昨天我爹弄了个大将菜缸 能装两头牛呢 那有什么呀 我娘喂的鸡 全天下在蛋里面啊 嘿嘿 有八个蛋黄呢 哎呀 我爹呀 给了我一只万斤重的生铁毛笔 比大牌炮架的铺子还高一层 你 我都使得动呢 你 你们你们你们吹吧 吹吧吹吧吹吧 牛皮 都让你们给吹破了 阿狗 第一个吹牛的可是你 就是 你还说别人呢 还说别人 这么闹哄哄的 刚才谁在吹牛啊 他 我前两日不是太焦了吗 孔父子说过 好刚不好学其必也狂 光顾着刚强显卫 而不是虚心向学 就会有狂妄的毛病啊 哎呀 先生 我哪里狂妄了 哎这 这 先生 天上的九个太阳 真的是我射下来的 哎呦 哎呦 你看看吧 谁的本事啊 哎阿狗 你可真有公事约 哎 哎 这天气冷了 松塔掉的 真是时候啊 哎 哎 你们说 你们说射什么 射哪儿 怎样才能叫你们相信 哎 哎 哎 简单啊 把天上那太阳射下来吧 哎 就是 射下来 那怎么行 天上太阳全射没了 黑麻麻的一片 神兽不见五指 这可不行 哎 这种小事不用你担心 你呀就射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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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不射吧 射吧 啊 射吧 先生 这种事我能做吗 孩子不用担心 你射吧 啊 先生 如果射下了太阳 庄稼就不长了 天就要冷了 那可怎么办 阿狗 哎 先生都说可以射了 你就快射吧 哎哎哎哎哎 他呀是估计知道太阳射不下来 想找理由吧 嘿嘿嘿嘿嘿嘿嘿 你又拿话警我 好我射给你们看 射呀射呀 射呀射呀 射呀 快射呀 射多点儿啊 可别歪了啊 看着吧 他好 太阳射先… 好小子太阳都晒屁股了 你还蒙着背子睡觉啊 快起来 起来 原来是做梦啊 混小子 几天不在 你把房子贴成什么样子了 不过是些练剑的靶子嘛 爹 你回来了 我要是再不回来 你非得把房子给我拆了不可 快起来 弄干净了赶紧上学去 还好 还好啊 还好什么 你都快迟到了 还在 还在 太阳还在 太阳还在啊 好笑吧 阿公啊 你呀真不简单 这种梦你都做得出来啊 你这小声 还真跟我梦里的一模一样啊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姚科同学做的梦虽然荒唐 但也证实了 他确实想把剑术学好的一片真心哪 先生 我现在明白了 古夫子说的没错呀 好刚不好学 其必也狂 这话确实没错 但是我认为 姚同学更应该记住 孔夫子说的另一句话 不患无畏 患所以立 不患莫己知 求为可知也 同学们 你们知道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先生 孔子认为 一个人不要总是想着身份 地位 而是要让自己拥有真正的本事 同样的 也不要怕没人知道自己的能耐 要追求的应该是别人对自己的理解 是啊 有了真正的本事 别人也能理解自己 那还怕没有地位身份吗 所以 姚科同学 等你真正练好了剑 你不用宣扬 别人也都会知道的 就是就是 阿狗的弹弓打得那么好 哪用吹嘘呀 这附近的小孩子有哪一个不崇拜他的呀 姚科打弹弓的名声不禁而走 相信日后他刻苦练剑到了一定程度 射剑的名声也定会如此 孔父子还说过 敏则有功 只要勤敏 就会获得成功啊 子曰 不患无畏 患所以立 不患莫己知 求为可知也 孔子说 不要担心没有地位 要担心有没有立足于这项职位的才德 不要担心没人知道自己 须先使自己拥有足以使人知道的本事 正言上人说 分秒不空过 步步踏实做 只要踏踏实实地学习 修养品德 回馈社会 就能在人生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并且得到别人的肯定 千万不要只为了求表现而投机取巧 一旦我们累积了足够的实力 自然会有伯乐赏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